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和逾越节 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是怎样的地方 约两千年前的逾越节晚上 耶稣立新约说 不再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直到成就在父的国里 父的国成就的这逾越节是什么 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所说的这个逾越节 是借着摩西时 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那晚 吃了羊的血和肉得救恩的事件来说的 这个逾越节的晚上是有死亡与救恩的夜晚 这时吃逾越节的粮食 即吃了羊的血和肉的人得到了救恩 在此之前无法吃到使人得救的逾越节的粮 耶稣就这件事说 在父的国成就之前 不再吃这逾越节的粮 父的国成就之时 正是启示录成就的时候 摩西时的逾越节吃了羊羔的肉 把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因此众天使没有进入涂上血的房屋 天使们进入到没有涂上血的房屋 击杀了凡头生的 无论是人还是牲畜 这就是逾越节晚上的事件 这晚既是救恩之夜 又是死亡之夜 今日在父的国里所出现的逾越节 也要吃羔羊的血和肉 才能得蒙救恩 父的国是在启示录成就的时候 所出现的 在启示录成就时出现的两个国中 一个是如启示录六章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以及启示录十三章一样消失的国 另一个是如启示录七章和启示录十四章一样 再创造的新国度 旧的会消失 新的会成为永远的国度 这个再创造的新国度 就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 用圣经确认吧 说到如果加天删减了启示录 就无法进入天国 会受到咒诅 但是在我看来 地上新教的教徒们 全部都加天删减了启示录 为了确认这一点 提议在大众面前进行圣经考试 新教的大多数圣徒都被假牧者迷惑 都是受了受印记的人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启示录六章和十三章为此事作证 启示录成就时的今日 再创造的神的新国度 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 在这里可以吃到旧温的逾越节的粮 这旧温的逾越节的粮 是耶稣的血和肉 即新约启示录成就的启示话语 让我们通过在启示录成就的现场 看见听见的证人 即立约的牧者得胜者 吃着逾越节的粮 并通达启示录得救吧 这就是关乎于旧温的事